我爸年过半百,突然要做手术 他天天描眼线穿黑丝 说这辈子最大的心愿 就是做一个真正的女人 我劝他手术痛苦程度极高 风险也大,搞不好就会丧命 他被吓住了,就没去做 后来他外面的相好以此为理由把他甩了 他喝得鸣顶大醉 疯了似的拿刀砍我 我妈为了保护我,被他一刀捅死 我也被他踹下楼梯摔成瘫痪 我被活活折磨致死 在睁眼我回到我爸要做手术的那一天 我立刻答应我爸,好勇敢,我要全力支持他实现梦想 一阵头晕目炫后 我疲惫地睁开了双眼 发现自己正拎着礼品站在家门口 我一下子愣在原地 看着活动自如的胳膊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哟,这不是云云回来了吗?咋不进去呢? 邻居王大嗓门将我拉回了现实 也让我意识到我重生了 我妈欢天喜地给我打开门 招呼我进去,我却敏锐地发现 她的双眼红肿得厉害 眼角还带着尚未擦去的泪水 一切都和上一世一模一样 上一世,我一进门就发现妈妈憔悴了不少 两只眼睛肿得像桃子 我以为她跟我爸吵架了 还拿出买给她的金项链逗她开心 直到后来见到我爸 我才知道怎么回事 我爸带着大波浪卷发 化着精致的全装 一身性感的红裙黑丝 走起路来扭腰摆臀 我的下巴差点被惊掉了 原来就在几周前 我爸跟我妈摊牌了 他不爱我妈,他要离婚 准确地说,他根本不爱任何女人 之所以和我妈结婚 是迫于世俗的眼光 和传宗接代的需求 这么多年以来 他一直压抑着自我 每天和她睡在一起 都让她发自内心地感到恶心 现在终于等到我奶奶去世 我也大学毕业了 他决定放飞自我去做手术 成为真正的女人 我妈差点被这个事实击垮 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 和自己同床共诊二十多年的人 竟然会是如此 他哭过,闹过 但换来的是一次又一次的拳打脚踢和冷暴力 你怎么那么自私 人只能活一次 凭什么我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生活 我现在看见你就恶心 你听不懂吗 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 没生成女儿 现在我必须做个女人 从那之后 她天天把自己关在屋子里 看美容视频 化妆打扮 买各种裙子和高跟鞋 所有的活都扔给我妈一个人 我妈伤心过度 还得强撑着精神去干活 身体已经快撑不住了 趁着我回来 我妈求我去劝劝我爸 她是个思想传统的人 害怕外人的指指点点 更想要一个安稳的家庭 我强压着怒火 上网仔细了解了一下手术过程 又咨询了几位资深医生 手术的痛苦程度远超我的想象 让我看得直咧嘴 我将整理好的材料拍在我爸面前 你好好看看 是豁出性命试一试 还是继续好好过日子 以你现在的年纪 恢复起来难上加难 能不能挺过去都是未知数 她越看脸越白 无数冷汗滑落 把粉底液冲出一条条白沟 最终她实在没有勇气迈出那一步 不得不放弃了手术 结果她外面的相好以此为理由 跟她分手了 我爸喝得鸣顶大醉 揣着一把刀闯进我的房间 崔云云 都是你不让我做手术 毁了我这辈子的梦想 也让我失去了唯一的真爱 我先宰了你 再去宰掉那个臭婆娘 她抓着我的头发就要捅我 被闻讯赶来的妈妈撞开 我妈护着我往外跑 被她一刀捅进胸口 云云 别管我 快出去喊人 快报警 我妈拼命挡住我爸 试图给我争取逃生的机会 然而我爸已经杀红了眼 几下就把她捅成了筛子 然后几步追上来 直接一脚把我踹下了楼梯 我摔伤了脊椎 成了高位劫瘫 语言神经也受了严重的损伤 再不能动也无法开口说话 为了减轻责罚 我爸捅了自己一刀 他供认说是我妈突然发疯 要杀他 他在惊慌中奋起反抗 才失手杀人 提及原因 他假惺惺地流着泪 展示了数张自己的女装照片 我不爱我老婆 我想离婚 辛苦了一辈子 我想为自己活一次 可他嫌我丢了全家的脸 说我是个不男不女的怪物 非要杀了我泄愤 他装出一副万分痛苦的样子 我也不想的 当时我真的被吓坏了 我不是故意的 在警察走访调查的过程中 邻居们也证明 最近我妈的情绪非常不好 跟我爸有过数次争吵 我爸花重金请了律师 最终他被判为防卫过当 致人死亡 只判了三年 三年后 他把我从疗养院接走 我的噩梦自此开始了 他天天以折磨我为乐 我痛苦至极 却连自我了断的能力都没有 最终绝望死去 这一次 我面对打扮得妖娇艳丽的崔大强 面不改色 我对我妈说 妈 现在都什么年代了 你的思想太保守了 我爸这辈子不容易 我打算支持他的梦想 其实上一世我已经隐约意识到 他遇上了感情骗子 因为我爱看社会新闻 知道很多灰色职业 依托就是其中一种 他们以各种理由 介绍人们去指定的医院做治疗或者整容 事后可以抽取巨额佣金 要不然崔大强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 怎么会突然遇上所谓的真爱呢 我试图跟他讲道理 但他完全听不进去 我实在没办法 才拿血腥的手术过程吓唬他 但这一次我改变主意了 既然他想去受这个罪 我干嘛要拦着他呢 我唯一要做的 就是说服我妈赶紧离婚 拿着财产离他越远越好 至于崔大强 尽管去做死吧 死得越惨越好 于是我好严好与安抚我爸 又猛拍了一通彩虹屁 称赞他为爱勇敢向前冲的样子 真的很帅 爸 你太酷了 我真的太佩服你了 你放心 我绝对支持你 劝我妈同意离婚 你也知道 我妈思想比较保守 如果你想速战速决 财产能不能多分他一些 这样我也好跟他谈 现在 我爸满脑子都是尽快完成手术 和自己的相好 双速双飞 只要能快点甩开我妈 财产损失一点也无妨 我家虽然在一个小城市 但我妈靠着娘家做酱骨头的秘房 经营了一家生意特别好的小饭馆 家里有一套小别墅 还在市中心有一套地铁上盖的商品房 存款应该也有七位数 我在心里默默地打着算盘 这套小别墅位置不好 还是小产权 不好出手 那套市中心的房子是热门楼盘 应该很好变现 存款的话争取要到一多半 饭店一直是靠着我妈的秘方和手艺支撑 我妈本身就是核心资产 有了本金 她想在哪开新店都没问题 没想到我妈却死活不同意 闺女 你妈我丢不起这人啊 这把年纪了 你让我怎么面对邻居的眼光啊 她抽搐地抱着我哭上了 好不容易熬到你大学毕业了 我想过几年安稳日子 哪怕将就这过都行 你爸是不是得病了 是不是上大医院就能治好 咱不怕 妈有钱我给她治 只要能好好过日子 咋样都行 好闺女 你是大学生 你懂得多 你再劝劝她好不好 我看着她红肿的眼睛 泪心五味杂陈 妈 我知道你心里苦 但是你看她现在这样子 还是能安稳过日子的人吗 她根本不是生病 而是一直在骗你 骗了你二十多年 我拉着她的手推心致富 而且跟你说实话 我偷偷看过她的手机 她在外面有人了 是个男的 万一她要是得了什么奇怪的传染病 难道你要被她连累吗 我给她分析原委 强迫她认清现实 我妈越想越气 恨得咬紧了后槽牙 怪不得年轻的时候 就是每次我买了裙子 她都要往自己身上比划 我的口红也总是莫名其妙的就用完了 她还总嫌我身上有后厨的油烟味 不愿意和我亲近 原来这个畜生一直在骗我 对啊 现在发现也不晚 及时止损就好了 我把接下来的安排跟我妈说了 我打算回大城市找工作定居 我妈也跟着我一起离开 再也不回来了 在我的一番开解下 我妈终于答应离婚 等完成一系列手续 就着手准备处理和分割财产 没了我妈的阻挠 我爸终于彻底放飞自我 一有空就去约会那个男人 我的大力支持让他把我当成了自己人 对我也不再避讳 没事跟我说起他们的出狱 自己是如何对他怦然心动的 不出我所料 他和那个男的是在一个交友论坛上认识的 两人越聊越投机 后来发展到线下见面 那个男人竟是如此英挺帅气 风度翩翩 有文化有见识 我妈那种俗气的乡下妇女 给他提鞋都不配 在那个男人的热心推动下 他的手术也提上了日程 那个男人推荐他去熟悉的私立医院做 因为在公立医院做这种手术十分复杂 需要开具很多证明 特别费时间 而这家私立医院技术特别好 私密性还高 这个圈子里的很多人都是在这做的 恢复的都特别好 他们还有一个内部手术交流群 我用我爸手机把我的小号拉进了群里 潜伏了几天 我发现这个群里大多数号都一丝一拖 他们都管那个男人叫严斌大夫 而这个严斌就是负责给医院介绍患者的 他不仅骗男人还骗女人 骗他们去做各种整容媒体手术 我冷笑着看着群里的那群骗子 把这严斌夸成了一朵花 上一世我妈和我的惨死 这人渣也有份 等我妈拿到钱 我就要对他们展开疯狂的报复 我先是去了那家医院 说自己大学刚毕业 目前正在找工作 想求一个岗位兼职也行 可他们警惕性很高 理都不理我 于是我翻遍我爸的浏览记录 注册了N多个论坛 又顺藤摸瓜加入了好多微信群 潜伏了一段时间后 我摸清了他们的套路 这些依托兼职群里面 一直在发布招待里加入团队的广告 他们基本是团伙作案 一个人下面有很多代理 想要做兼职 就得有专门的人介绍去那些私立医院才行 功夫不负有心人 在一遍遍地筛选后 我终于找到了那个熟悉的头像和微信名 我用小号加入了他的团队 在爆出他的名号之后 医院终于理我了 相关负责人把我拉到一个工作群里 并对抽成做了详细的说明 一台手术的抽成最高居然能达到50% 他们不仅和依托配合骗人来做手术 还会见人下菜碟是患者的情况用药 如果客户是涉事不深的大学生 直接上假冒伪劣产品 如果是荷包丰厚 且没什么文化的中年妇女 那就肆意夸大手术效果 尽可能的多推荐项目 尽可能的多捞钱 如果是网红一类 就用上最好的服务态度 并将进口货临时调包成国产货 主打一个不出事就算成功 他们还鼓励那些代理 就算做坏了也不怕 消费者都是弱势群体 很难找到证据进行维权 但凡拖他们个一年半载 很多人都会自认倒霉 我把这些通通录品保存了 我爸终于等到了梦寐以求的手术 进手术室之前 他在镜子前左顾右盼 几眉弄眼地练习着抛媚眼 天啊 我好激动 我终于要破茧成蝶了 这一台手术要价六十万 我已经查过资料了 其他医院报价普遍在十万至三十万之间 仅仅这台手术 严斌就吃掉了多少回扣 但严斌把这家医院吹得天花乱坠 还说他为了我爸 特意拜托院长 赤巨资请来了国外的资深专家 所有的材料也都是最顶级的进口货 在准备室里 崔大强看着严斌一脸娇羞 美滋滋地说 这可是改变命运的大手术 多花点钱算什么 只要你肯对我用心 花再多的钱我也愿意 我表面上没说什么 心里却在冷笑 他是怎么有脸说出这些话来的 从法律上来讲 这些财产确实是婚后的夫妻共同财产 但大部分都是我妈日夜操劳赚来的 他一个骗婚的渣男却天天PUA我妈 嫌弃他不够漂亮精致 埋怨他身上满是油烟味 我狠狠瞪着他的背影 真希望他直接死在手术台上 这样的话财产也没必要分割了 然而重生并不是开挂 等手术做完 他仍旧好好地活着 不过他受了好大的罪 他下体的伤口血肉模糊 惨不忍睹 手术三天之后 医院不会再提供阿片类的阵痛药物 换下的阵痛药 根本不足以止住如此剧烈的疼痛 每一次换药 每一次使用模具撑开 他都疼得嗷嗷惨叫 我天天去医院看他 装出一副很关心他的样子 实际上我是去欣赏他痛苦的样子 严斌也会时不时地来看他 但是我敏锐地捕捉到了 他眼里的厌恶和嫌弃 他事实提出 为了帮助崔大强越变越美 他已经贴心地帮他规划好了 后面的整容手术 对他的变身行动还没彻底结束 就算做完了这项手术 他依然仗了一张男人的脸 和男人的公压嗓 还有他一马平穿的胸部 还有那么多罪等着他一点点承受 真是想想就开心气 事实证明只要用心祈祷 还是会有意外之喜的 崔大强岁数大了 术后恢复得并不顺利 一直在出血 一开始院方和严斌还在瞒着 后来我爸实在疼得受不了了 才将他带到大医院检查 人家说了一大堆术语 他听不懂 我好心地帮他翻译了一下 其实就是没割干净 需要回炉重造 崔大强当场就傻了 这么大的罪还要重新再受一次 他吓得浑身哆嗦 竟当场失禁了 严斌闲恶地皱着眉 强忍着恶心帮他处理 没办法 为了钱 他还是要装一装的 他跟我爸说 这医生的水平太差了 手术的主导医生 是他专程从国外请来的专家 经验比他们丰富多了 怎么会没做干净 这医生就是想骗钱 故意吓唬他 其实开点消炎药和止痛药 回去慢慢养着就可以了 不过从那之后 严斌就开始找各种借口说忙 来看崔大强的次数 渐渐变少了 我爸像个恋爱中的小女孩一样 开始患得患失 严斌跟崔大强说 他去外地交流考察了 崔大强就让我跟踪 看他是不是外面有了别人 我立刻答应去可以 但是我没钱 他得出往返机票 酒店住宿和餐费 我爸自己行动不便 只能咬牙答应 拿了人的钱 事情还是要做的 我发现严斌根本就没去外地 不过是随口找的借口敷衍 说这话的时候 他在一家轻把悠闲地抽着雪茄 崔大强简直太鸡贼了 我找他借过几次钱 他居然跟我推脱 最近我一直找借口说忙 没时间去看他 给他点颜色瞧瞧 旁边的一个美女问 怎么着兵哥 看来这次的大鱼还挺有心眼 严斌笑笑在他脸上捏了一把 有个屁 就是鸡贼罢了 还以为能拿捏我 那些小的整容手术抽成少 没啥搞头 就得这种大鱼才有意思呢 一单能顶好几单 这个崔大强正跟老婆闹离婚 能分到房子和钱 等我给他炸得干干的 再踹了他 旁边的女人娇笑着主动靠了过去 严斌巴基亲了他一口 天天陪那个不男不女的家伙 恶心 宝贝 晚上你可得好好陪陪我 给我消消毒 美女笑着答应了 宝贝辛苦啦 陪你没问题 你可得给我买最新款的包欧哟 看着这俩人黏腻肉麻的样子 我心里不由地涌起一阵兴奋 崔大强不爱女人 可这严斌却爱死女人了 当一个骗子遇上另一个骗子 当骗婚的遇上骗钱的 究竟是道德的沦丧 还是人性的扭曲呢 我屁颠屁颠地去给我爸汇报了 实话当然是不可能告诉他的 我跟他一通胡编 说颜斌确实在很认真的工作 从一个会场奔赴下一个会场 我能看出来他确实是个很优秀的人 爸 你眼光真好 崔大强一听顿时有点紧张 跟他搭讪的人多不多 我想了想 故弄玄虚道 行业交流会搭话的当然多了 不止搭话 还有很多人和他交换名片加微信了 他的脸色瞬间难看了起来 我事实补充一句 这么个风度翩翩的男人 单身且有钱 很难不让人心动啊 从那天开始 崔大强变得坐立不安起来 后来他终于忍不住问我 颜斌最近都没怎么联系我 该不会是生气了吧 之前他找我借钱 我没借给他 我故意装出一副左右为难的样子 等他反复追问我的时候 我才别别扭扭地说实话 其实在我跟踪他的时候 不小心被他发现了 他特别难过 觉得你不够信任他 从找你借钱你不肯借那次 他就察觉到你对他抱有戒心 加上这次你让我跟踪他 更加确定了 我爸的脸上顿时呈现出一种快碎了的表情 我强忍着笑 为了他 你连这么痛苦的手术都做了 怎么借点钱反而不舍得了 为了这么点钱伤害对方的感情 值得吗 做完手术后 崔大强服用了大量激素类药物 我觉得这对他的情绪和大脑 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果然 他开始硬硬地哭起来 我心里没有安全感 哎 其实我也不是不信任他 现在怎么办啊 他都不回我的信息了 电话也不接 我想了想 那你是打算借给他了 那我好人做到底 帮你转交 不过你可别在他面前唠叨 他很要面子的 找自己的女人借钱应急很不好意思 我着重咬死自己的女人这几个字 果然 我爸再次展露娇羞 立刻就答应了 我美滋滋地拿着他的银行卡取了20万 转手打到了我妈的账户上 别多问 给你就拿着 不过这件事在我爸心里埋下了危机意识 还没等下身恢复好 他又紧锣密鼓地安排整容 不早点变得美美的 他担心自己的爱人会被其他人抢走 一听又有钱了 严斌马上又贴了过来 他推荐的医生可真能规划 双眼皮 龙鼻 肖骨 瘦脸 封唇 面部提升 封额头 下颌线 注射颈纹 注射精灵耳 能安排的全部安排上 真没想到小小的面积 能干这么多的工程项目 看着手术风险书上密密麻麻的小字 我的眼都快瞎了 然而我爸看都没看就都签了 他说他的宝贝已经替他看过了 现在他对他的宝贝百分百信任 合同签了 钱交了 他美滋滋地期待着变美后的自己 我则是在心里盘算 听说肖骨瘦脸风险很大 很容易大出血 这次我能不能赌一把运气 让他量在手术台上 可是实在证明我想多了 我爸在双眼皮和封额头这一步就栽了 双眼皮割得一宽一窄也就算了 最要命的是额头的填充注射 注射后他的一只眼看不见了 应该是医生的操作手法有问题 导致药物通过面部动脉逆行进入了眼动脉 从而损伤了眼部神经 当他用紧剩的一只眼 看到自己肿得跟寿星宫一样的额头 和肚脐眼一样的眼睛时彻底崩溃了 他把能接触到的所有镜子都砸了 更要命的是 由于一直没有正规治疗 再加上各类药物用得太多了 他的下身再次出血 并发生了严重的沾连 用模具复通的时候 他的声声惨叫回荡在走廊 全医院的人都能听见 要不是我妈胆小 我真想拍下来给他欣赏欣赏 崔大强濒临崩溃 要找医院讨个说法 这时颜斌假惺惺地哭着求他原谅 原来这家医院是他亲戚开的 他也持有股份 他把自己的身家性命都压在这上面了 如果闹大 不仅亲戚那边无法交代 他也会受到连累 他爱的是崔大强这人 他的灵魂并不是他的外表 无论崔大强变成什么样子 他都永远爱他 他愿意用自己的下半生好好补偿他 永远陪在他身边 我爸被甜蜜的大饼噎得昏了头 稀里糊涂地签下了和解书 所谓和解书 我草草看了一眼 发现里面有数项条款 都是赤裸裸地甩锅 把责任甩给了患者 比如说患者没有遵遗嘱之类的 但崔大强说 为了能和爱人掌相厮守 一切都值了 现在我只觉得 他的手术不能说不成功 因为他已经完完全全的 变成了一个恋爱脑泛滥的小娇妻了 这段时间里 我妈把市中心那套房子卖了 饭店也转让出去了 转让费也已经到手 不过现在崔大强 已经没心思再考虑这些了 他被严冰忽悠着 做了一次又一次的所谓修复手术 但是收效甚微 那只瞎掉的眼睛还是看不见 我从卖房款和饭店的转让费里 拿了一小部分糊弄他 毕竟当初也说了 我妈答应离婚的条件就是财产拿大头 不过即使是小头也有几十万了 严冰之道后跟我爸说 为了他们的将来 他想去买房子 他在临时的度假村旁边看上一处房产 风景秀丽 十分适合居住 他了解他彻底改头换面之后 他一定想去一个新的城市重新开始生活 这个城市有太多 他和前妻共同生活的痕迹和回忆 严冰的大部分钱都压在给医院的投资里了 前段时间医院刚采购了一批医疗器械 花费不小 他拍着胸脯考虑等年底发了分红 第一时间就会把钱还他 他才不会让自己的女人花钱呢 甜言蜜语都说到这份上了 崔大强哪还有不答应的道理 他说他也想一起去看看房子 毕竟那是他们将来的爱潮 严冰满脸心疼 我也想带你去的 可是你还没恢复好呢 没法长时间坐车 你放心 我会拍视频给你选的 你说买哪套 咱就买哪套 严冰揣着钱去选房了 然后再也没回来 崔大强发现后 先是跟医院大闹一场 医院却拒绝承认严斌是他们的员工 他只是院长的朋友而已 偶尔来医院帮帮忙 我爸大骂他们是一伙骗子 要求退掉所有费用 然而当医院让他提供发票的时候 他傻眼了 那些项目全都是严冰全权代理的 当初严冰说走他的账户能打折 所以崔大强的钱 都是直接转进严冰的账号 我爸又闹到院长办公室 院长出来打圆场 出于人道主义精神 他们可以帮崔大强继续把所有项目都做完 如此一来 严冰和医院并没构成诈骗 最多只能算经济纠纷 但是退费是绝对不可能的 可崔大强现在这副鬼样子 明眼人都知道 他没办法再做任何整容项目了 之前签的一纸和解书 让他的维权之路难上加难 再加上他现在每天饱受后遗症的折磨 痛得走路都费劲 更别提去维权了 至此离婚证到手 钱也到手了 我跟我妈要走了 崔大强哭着一瘸一拐来找我们 我都已经变成这副模样了 你们忍心就这么一走了之啊 我妈的白眼都快翻到天上去了 一巴掌把她推得远远的 离我远点 你身上有股臭味 真恶心 你是不是漏屎了 我也笑了 我已经帮你实现你的梦想 我劝我妈同意离婚 也陪着你把心心念念的手术做了 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这一切不正是你想要的吗 崔大强念如这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半天他才要求是的跟我妈说 婉萍 我错了 你能不能不要走 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 咱俩把日子过好 比什么都强 我妈立刻用一种看神经病的眼神瞪向他 这段时间不用天天去饭店忙活 处理财产之余就是逛街 按摩 做美容 心态已经彻底改变了 他慢慢发现原来好好生活 并没有唯一解 人生还能有各种各样的活法 不必将就 一个人照样可以活得有滋有味 闺女 别跟他废话 我现在看见他就觉得恶心 快走 咱们的动车时间快到了 我妈拉着我快速走开 一边走一边吐槽 真不知道我之前是怎么想的 天天起早贪黑的伺候这么个玩意儿 居然还想跟他继续过日子 真是脑子被闷挤了 不过有一说一 我还有个心愿没替我爸实现 就是永远和严斌在一起 江山一改 本性难移 严斌虽然揣着钱跑了 但他的老本行来钱那么容易 他怎么可能看得上踏踏实实的工作呢 所以他没老实两个月 又开始重操就业 我的小号还在他的那些群里 很快我就发现了他的位置 以及新东架医院 说来也是巧 他刚好就在我和我妈生活的这个城市 我继续用小号跟他保持联系 他有时候会在办公室 线下培训那些新加入的代理 我顺着地址找了过去 写字楼的旁边就是一个酒吧 严斌很喜欢来这里喝酒 一个年纪不大的女孩总是陪着他 看起来和他很亲密 他一边喝酒一边跟那个女孩说起 行片中遇到的一些趣事 有一天他就讲到了崔大强 那个人妖真是有意思 我一开始不过是为了订单哄他几句 没想到他居然当真了 他居然答应我做手术 还跟他老婆闹离婚呢 难道我看起来很像同志吗 他一边讽刺地笑着 一边把手放在女孩的大腿上 女孩在他鼻尖上轻轻一点 你知不知道现在就流行你这种斯文败类 严斌冷笑道 真不知道他哪来的自信 居然认为我会看上他这种不男不女的人妖 还问我是不是个专情的人 相不相信一生一世一双人 真是笑死我了 那女孩眨巴着眼睛追问 那你是怎么回答的 严斌大笑道 我说我真的是个专情的人 我可没骗他 毕竟我这辈子都一直喜欢年轻漂亮的女人 女孩笑着在他胸口上捶了一下 讨厌 你好坏哦 两个人腻歪了一会儿 直接去了不远处的酒店 我把这一幕从头到尾都拍了下来 随后我给他发微信 爸 可能现在再叫你爸不合适了 你也不能怪我妈生气 算了他生你的气 可我还惦记你呢 我一直在帮你找严斌 我找到他了 也发现他的上班地点了 我真的好生气啊 明明你为他付出了那么多 不过也有可能是中间有什么误会 你俩最好见面聊聊 能把误会解开最好了 没多久我爸给我回复了 呜呜 还是我的闺女好 我没必要跟他聊什么了 我现在已经恨死他了 我回复 那好吧 尊重你的选择 然后把录下来的视频 和定位一股脑发给了崔大强 以他的报复心 我不信他不来 崔大强现在应该恢复的差不多了 快点来 别让我失望哦 我的公司离这里不远 有时候中午会来这个便利店买午饭 这天我刚进便利店 就听见同事一惊一乍地说 快看啊 那边打起来了 那个人看着真吓人 像科学怪人一样 我一听这形容就知道 肯定是崔大强来了 通过便利店另一侧的玻璃门 刚好能看到那栋写字楼的出口 崔大强跟严斌纠缠在一起 他的帽子 墨镜和口罩掉了一地 应该是打斗中被扯掉了 他挣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大骂严斌 是个渣男负心汉 严斌的新女友在一旁惊叫连连 天啊 他的脸好吓人 好恶心 人妖也想抢男人 疯了你 崔大强发疯一样地冲过去 甩了女孩一记大耳光 贱人 嘴巴给我放干净点 谁是人妖 我现在和你是一样的 那女孩做出一副快偶的样子 你快别恶心人了 当谁不知道呢 你那东西根本就没割干净 跟我一样 你想笑死我吗 围观的人一片哗然 还有人掏出手机录视频 崔大强的脸慢慢涨成了紫红色 我知道 那是他即将暴怒的征兆 严斌走过去 将那个女孩护在身后 你说我骗你 你有证据吗 你之前做的所有项目都是自愿的 你想做的哪项医院没给你做 难道你自己放弃不做也要怪医院吗 至于你不满意手术效果这个问题 当初我已经跟你做了充分说明 而且你没有遵医嘱 自己也有一部分责任 再说你已经签了调解书 有任何不满意可以去相关机构告医院 看看你能告赢吗 再继续纠缠不休就是骚扰了 我可要报警抓你了 严斌像是早有准备一样 熟练地说出这一长串话 说来也是 他可是老手了 早就不知骗过多少人 刘成早就背下来了 围观的人也纷纷议论着 显然比起外表恐怖的崔大强来说 相貌周正 条理清晰的严斌更令人信任 有人干脆开启了直播 今天在写字楼下面遇见个超级吓人的变态 看不出来是男还是女 男人跟女人抢男人 我还是头一次见 严斌咧着嘴得意地笑了 他搂过女朋友的肩 转身要走 只有我紧盯着崔大强 见他从怀里慢慢抽出一把刀 扔掉刀鞘 他猛地将刀扎进了严斌的后背 严斌摔倒在地上 呕出一口血 不可置信地看着崔大强 我先宰了你 再去宰了那个臭婆娘 多么熟悉的对白啊 上一世他用刀捅我的时候 说的也是这句话 说话间 崔大强拔出刀子 迅速地又捕了好几刀 人们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 吓得惊声尖叫 四处逃散 狂奔的人群将严斌的女朋友 撞倒在地 崔大强明笑着 毫不犹豫地冲着他的脖子扎了下去 女孩纤细的脖子被砍断了一半 当时就不动了 崔大强仿佛还没解恨 继续用刀疯狂戳他的脸 都是你毁了我这辈子的梦想 也让我失去了唯一的真爱 臭婊子 他的样子再加上满身的血迹 像急了一个嗜血的恶鬼 警察很快就到了 眼见崔大强这一副害人的样子 警察立即鸣枪警告 让他放下武器 双手抱头 然而崔大强却像听不见一样 他杀红了眼 竟然举着刀 一步步靠近 朝警察砍来 随着一声清脆的枪响 崔大强终于倒下了 这次他总算没有机会在伪造现场 装出一副正当防卫的样子了 他最后的愿望也实现了 和阎兵地下相会去了 我妈的心饭垫开起来了 他总是闲不住 想让更多人尝到他的拿手绝活 当我把崔大强的死讯告诉他时 他非常平静地说了声 提他干什么 真会气 然而 他剁排骨的手却停了下来 过了一会儿 他缓缓对我说 云云 其实我之前做过两个梦 一次梦见 我们都不同意崔大强做手术 他气得发狂 喝醉后拿刀砍我们 还有一次是他虽然没做手术 但是并没发疯报复 而是和我别别扭扭地 过完了下半辈子 我想了又想 总觉得这两种都不是我想要的 所以我决定听你的 现在咱俩过得好好的 他 哎 算了 都是冤孽 说完他继续忙活去了 而我只想说 崔大强就是恶有恶报 我把之前潜伏在医院工作群的所有信息 都发给了相关部门和媒体 这些人有一个算一个 通通都会遭到报应 正义也许会迟到 但不会缺席 全文完